今天都说关于一篇文章说台湾的外交部说要关注美国的大选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大选将来谁当总统可能会影响对台湾的政策 这个呢我们先听一听新闻 然后再说说我们的解读 新闻来自于中时 新闻是这样讲 中时新闻 关注美国大选 台湾外交部示警 慎防两岸成为政治攻防议题 美国将于11月5日举行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拜登寻求连任 前任总统川普也力拼重返白宫 外交部针对美国2024年大选过程 对我国及印太地区的冲击及影响提出报告指出 美国对台支持是跨党派共识 无论谁当选都将延续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 我国也会持续关注两岸议题 是否成为政治攻防议题 同时与各部门沟通 因应中共与北韩 在此期间动作 台湾外交部表示 美国扩大对包含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投入资源 并在区域内强化对中竞争的战略方针 已经成为民主 共和两党共识 且具跨政府延续性 目前美国大选已确定将由川普 拜登再度对决 无论最终何人当选都将延续美国对印太区域的重视并深化美国印太战略布局 台湾外交部表示 台美关系基于共享的民主 自由及法治等普世价值 历任美国无论何党执政都恪守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强调美对台支持是跨党派的 因此纵使拜登与川普在形势作风上不同 美国对台政策仍不会改变 外交部说明 川普2017年提出印太战略为美中竞争揭开序幕 川普政府也强化四方安全对话 Qualt 拜登政府上任后也持续深化印太战略布局 包含与印太盟友建立更紧密安全伙伴关系 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也创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AUKUS 外交部指出 美国为遏止中共势力于太平洋地区扩张 也纳入自由联合协定COFA包裹法案 且刚或美国会通过 并经拜登签署完成立法 未来将提供马绍尔群岛 帛琉 克罗尼西亚援助反制中共渗透 也反映两党对强化美国在印太区域布局 反制中国影响力扩张之跨党派共识 至于现在到美国选前我国政策 外交部说明 当慎访美国选情升温下 两岸议题遭操弄成为政治攻防议题 外交部及相关驻外单位将蓄与民主 共和两党横平交往 及维持与行政 立法部门的充分沟通 并持续密切关注 并与美方紧密协调 以因应中共及北韩等势力 会否图谋在接近美国大选时期 意图推进在印太区域利益 金防部4月将在金门本岛 列宇等地区进行对海实弹射击 周边海空域届时将进行管制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 27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 称中方将密切关注台军在金门的动向 若挑衅滋事 胆敢轻举妄动 必遭失败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表示 4月份实弹掩射击 就代表我海巡署在区里 但是被中共看破了 国防部可能在5月份 要公告实弹射击时 天数会减少 好 新闻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美国的大选 无论是谁当这个总统 是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对台湾的政策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你支持谁都一样 之前在蔡甲博士那个时候 好像想要支持川普 认为川普是比较怎么怎么着的 结果发现 哎呦 川普没了 赶紧要投靠拜登 其实这些东西都没用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台湾就是一个棋子 它永远是一个棋子 如果台湾始终处在这个不确定状态 就现在的一个状态就叫不确定状态 什么不确定呢 你到底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还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省 你还是一个像巴勒斯坦那样 就是一个经济实体 没有政治实体啊 这个没有政治地位 你就是一个经济实体 只要在这不确定的状态情况下 台湾就是老美的一个棋子 这个棋子想让你怎么打 你就得怎么打 或者简单的来说吧 台湾就是今天的乌克兰 一模一样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他们是同一个民族的 他应该都是属于前苏联的 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兄弟 中间产生了矛盾了 过去有没有矛盾呢 不是一点都没有 但是没有仇恨 现在就变成了仇恨了 因为你杀我的人 我杀你的人 我雇佣凶手也要杀你的老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仇恨一旦建立以后呢 几代人都没有办法平息掉 现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呢 这个从历史上来看 大中华是华人 过去有没有仇恨呢 其实台湾和中国之间过去没有仇恨 就算蒋介石带兵跑到了台湾 就蒋介石本人和毛泽东本人 他们两个之间或许有仇恨 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 有一定的仇恨 因为他们是直接交战的 直接互相打的 你打死了我的人 我打死你人 最后我战败了 跑到台湾去了 当蒋介石和毛泽东 这一代人走了之后 下一代人 下一代不管是大陆的 还是台湾的 现在这个民间 他们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有意识形态的不同 理解的不同 但是没有仇恨 如果有一天 把台湾和大陆 也变成像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 变成一种有仇恨的 敌对的两个华人族群的话 这个就是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谁努力的方向呢 他们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 有新闻说 说大陆有三条红线 不能踩 如果踩了我就动物 哪三条红线呢 第一条红线就是 你公开的宣布独立 就是你想成为一个国家 我要动物 我要揍你 第二条红线 台湾和外边不得有官方往来 只能有民间的往来 第三条红线 美军不得进入台湾 如果这三条红线 有一条红线踩了 大陆就将动物 武装解放台湾 过去是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 不成文的 它并不是说是文字上的 我想是一种理念上的 现在我们回过楼头看看 这三条红线 外交 有没有踩呢 早就踩了 首先你就是一个铸台协会 这个铸台协会 它本身就是官方的 只不过换一个名字 就跟军人 我脱了军装 就是老百姓了 不是 你脱了军装 你还是军人 对吗 所以首先这个在台协会 本身它就是官方的 它这些人是拿着美国政府公司的 它是替美国政府工作的 第二 最近有没有美国的大官 英国的大官 各个国家的大官 欧洲的那些国家的大官 都是执政的 都是现任的 次卿 部长 议员 省长 有没有啊 公开的身份 就是我就是一个官员 我到台湾进行官方的访问 有没有啊 太多了 这条红线早就踩了 老美发现 这条红线踩完以后 没事 你最多就是说一说 抗议抗议 最多就是周边飞两架飞机 就完事了 假的一样 反正我佩洛西来了 你就不飞了 我走了 你就飞 这不就很简单吗 没事 我照来 所以就外交这条红线来说 已经不存在了 官方的往来 一次一次来 现在频率非常之高 没事 为什么他们来要踩红线呢 我觉得就是在点火 点谁的火呢 点那边大陆的火 一直没点着 紧接着第二条红线 那就是军人 大陆说了 你不能有美军进入台湾 那我就要打 现在美军有没有进入台湾呢 早就进来了 刚开始是几十个便衣 穿着普通的西服 带着领带进来了 干嘛来了 说是教练 现在已经公开的进来了 一批一批进来了 甚至看新闻讲 美军都已经来到了金门了 金门在哪儿啊 就在大陆的旁边 就在你福建那里边 离你很近吧 有没有动物啊 没有 所以这两条红线都被踩了 没事 那就剩最后一条线了 这两条线踩 一直在踩 就是希望能够激怒对岸 看看能做点什么 普京就是被激怒的 怎么被激怒的 普京是不能容忍 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含义就是 美国的导弹 就可以放在我俄罗斯的门口了 就放在乌克兰土地上了 台湾这个地方呢 也是 台湾会不会部署美国的导弹呢 应该有 现在就应该有 只是有些可以说 有些不说 为什么美军要过来呢 因为在台湾如果部署了美国的导弹的话 这个按钮不是你台湾人控制的 你不能碰 有美军在这他来控制 他来决定打还是不打 有一天这按钮踪一按 导弹打出去了 打到中国去了 美国人说 这我不知道台湾打的 你俩打 对吗 就好比今天有人 到了莫斯科 叮咚杀人了 美国说 我不知道 人家打的 SS打的 SS站在那里说 就是我打的 就是我杀的 美国还说了 乌克兰没参与 你怎么知道乌克兰没参与 台湾现在就是明显的第二个乌克兰 所以如果这两条红线都踩完了 大陆没有什么反应 顶多就是嘴上说一说 飞机绕一绕 接下来要想激怒大陆 那就是还有第三条红线 差不多是时候就可以踩了 那个时候一踩 中国大陆会不会动作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从这个操作的部主来看的话 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的 因为现在不允许台湾民进党政府和大陆进行和谈 就好比有文章说了 不允许乌克兰和俄罗斯和谈 不允许 因为你谈 要谈完了谈成了 这步棋就没了 这盘棋就结束了 这足子就不存在了 那哪行啊 这个必须得存在 所以乌克兰这个地方 不能谈判 就得打着 打着 消耗着 经济上我就狠狠的啃腻大块 台湾这个地方也是 不能谈 什么时候这活点起来 这个是有计划的 普京这个活为什么被点起来了 普京不打不行了 普京如果再不打的话 他就认为 你就导弹就到我家门口了 他不能容忍 所以他不得不打 他是被逼出来的 而台湾呢 有一天台湾一旦做了什么动作了 逼着大陆不得不打的时候 那个时候两岸就起火了 而这个打一不打 是谁决定的 都是中国大陆决定的 也不是台湾能决定的 就是后面操纵的这个人能决定 我想让你打 你就得打起来 这个他们很有把握 我现在没想让你打 那你就先这么待着 反正我美军已经到了金门了 前不久有个新闻 不是三个美军被揍了吗 揍了以后 他不敢说他是美军 他说是在台协会的人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不敢说 就是这些秘密的军人都在台湾呢 所以回到今天的话题 就是台湾这个新闻说 台湾的外交部要密切关注美国大选 其实你关注与不关注 没什么区别 谁当选 对台湾的政策都差不多 只是有一点可能有区别 如果川普当政 他可能不希望挑起战争 因为川普他希望挑起经济战争 就像这个关税似的 川普要玩经济战 而拜登要玩武器战 只有战争 只有发动战争 我才能挣钱 在这点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台湾作为一个棋子 永远是一个棋子 只要他不解决他的定性问题 永远是一个棋子 只要是这个棋子 就永远处在未知状态 不知道这个岛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完全不可能知道 也许这一代人没事 那下一代人呢 早晚有事 早晚台湾和大陆之间得有事 也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就是像乌克兰今天这样 变成一个烂泥摊 砸得一塌糊涂 现代的战争 其实人是没有用的 现代的战争都是武器 用现在的武器去打战争的话 人就像蚂蚁一样 死得毫无价值 所以现在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 就是研发武器 谁的武器厉害 谁就能赢 谁的武器数量多 谁就能赢 那在目前俄乌战争 其实也提醒了 中国他也会大力的去发展武器的 武器发展的越先进 台湾那块老百姓将来就越危险 死得就越惨 不是他们得罪了谁 是这个政府把控不了这个局面了 所以就目前台湾的事情呢 暂时看来仅仅是一个骚扰 但是有一天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这个是很明显的 马英九去北京谈 那个没有用 他们知道没有用 你反正没有权利了 你做不了什么决定 唯独不能去北京谈的就是 蔡甲博士也好 赖清德也好 这个是不行的 不许去谈 就得听命令 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个迹象是很明确的 所以今天的文章呢 就是台湾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大选 但是没区别 没有任何的区别 没有任何的不同 无论是谁当政 在美中之间 台湾永远是那个欧克兰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